大家好,我是天安德 今天呢,我們要來教大家怎麼用OBS來錄影 我們首先 我們先 我首先去下載OBS 我們先到Google 打OBS下載 打OBS要看到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按這個OBS開台教學 這個點進去 好,我們滑到最下面 好,看一下喔 大哥,抱歉 找一下喔 還是在上面 對,按這個OBS下載 然後,點進去 然後呢,在這裡按這個 I have什麼的 反正就答應他都對 就可以下載囉 然後下載完呢 就開啟這個OBS的頁面 首先你可以在場景那邊按新增場景 取個名字 然後你就會點到那裡面去 然後呢 等一下進去就知道 你一定要用這個來源 一定要行整個螢幕界去 看看拍實況喔 然後按確定之後 把這個螢幕界去打CALL 好,一開始應該先到設定 因為一開始它會顯示的是英文 你們是看不懂的 所以呢 我們就到這個設定 有一個正題中文 點進去 好,還有寫英文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正題中文 點下去 好,就這樣 然後呢 我們 我們到編碼 編碼其實這邊 可以不用看 然後這裡 這個 它一開始會1000 你要調到1500喔 好,然後我們到廣播 好,這是直播的畫面 如果你不是要直播的話 其實不用太在意這個 然後這檔案入鏡 這就要選 選那個 選好一個檔案入鏡 然後 它就會 錄出來就會 放在這個 這裡 然後我們到影像 這是螢幕 最大螢幕 然後 這會顯卡 然後如果你知道 一張顯卡的話 就去選這個 然後如果是有兩張的話 你再選那種螢幕 可以錄到螢幕的 然後這是解析度 你可以調 可以調高一點 或是低一點 都合理喔 然後這次 你調最快速就好了 然後 我們到音效 這裡 我們這裡 然後就選 如果你戴耳機的話 就選這個 喇叭的話 就選這個 然後這裡 要選你的麥克風喔 然後呢 這裡選 這裡選2就可以了 然後 最大不要超過3 不然會入鏡 許多雜音 然後這裡呢 就 這裡都不用看 然後按確定 到這裡之後呢 就可以按這個 好 開始錄影 你就按這個 如果你要 直播的話 就按這個 開始串流 有沒有看到 然後 其實 開始串流 的話 你可以那個 拍直播 然後這裡 按住可以把它調小聲 調最大聲 這個也是按住 不然 好 然後 目前就先這樣 然後 這邊教怎麼上傳影片 應該都會吧 我們 先到我們的 Youtube 到Youtube之後呢 點 點那個 這裡 自己圖像 按創作者工作室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按這裡的上傳 欸 對 剛才那邊就有上傳了 其實可以不然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邊 點一下 他就問你要上傳什麼囉 你就到 剛才拍好的 地方去找就可以了 然後 打完資料 你就可以上傳了 按要怎麼看 錄完的東西呢 就按這個 點進去 按這個 進來之後就有這兩個 這個是我目前在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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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才錄好了 就這樣喔 然後就到這裡 然後打好之後呢 按上傳 就OK囉 那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 在這邊結束囉 希望大家 都會 實況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登登登 掰掰